今天继续带着大家在古北水镇体验端午节 今年的端午节古北水镇增加了赛龙州 龙州拔河比赛 所以显得格外的热闹 古北水镇非常适合亲自度假休闲 一年四季都很漂亮 而且每次来都会爬一爬旁边的司马台长城 司马台长城具有一些原始粗犷的美 如果是住在古北水镇里 来这里看长城的日出日落都非常好 虽然现在是盛夏时间 还是忍不住又爬了一次司马台长城 今天就继续跟着我的脚步 来体验一下古北水镇的赛龙州和登长城 这是酒店的早餐 非常丰富 每天的早餐吃的都很丰富 吃过早餐转一转酒店里的花园和设施 这个酒店还是很大的 像个迷宫 酒店里的书疤 准备出去走一走 看看有赛龙州的吗 听酒店的员工讲 端午节期间有赛龙州的表演 现在正在练习呢 上午的古北水镇相对安静 前面是日月岛广场 远处是圆通塔 广场上高大的牌楼 这里是英华书院旁边的拱桥 据说一会儿龙州就在这里表演 果然远处出现了两条龙州 两条船打碎了水仗 应该是在这里举行龙州拔河赛 两条船已经各就各位在桥的两端 赛开始了 以前看过几次赛龙州 但是龙州拔河赛还是第一次进 坐在河这边的长廊里观看 非常舒服 非常喜欢这一块的风景 来拍个照 看这里的水多绿 感谢观看 到桥边的樱花书院看一看 这里有一些文化体验活动 这个是学习造纸术 看看旁边这间屋 好像是体验活字印刷 当时都是一个一个片上去的吗 对 这才叫活字呢 好舒服 各种演出又开始了 小镇里有很多这样有特色的民宿 日色映山 爬长城去 还是打算白天去登一下长城 司马台长城就和谷碑水镇挨着 从水镇里一直沿着一条河往前走就到了 登长城可以走步道 也可以坐缆车上去 选择了坐缆车上去 节省时间 远处高处的山脚上去 这是司马台长城一个又一个的风火台 缆车直接从水镇拉到山顶 远处 如果不坐缆车会绕一个大弯 徒步从1号走到5号风火台 到达了 缆车山顶的终点站 请去入口 缆车从这上 如果徒步从这走 从1号移到10号 从缆车上来有个岔口 一个直接到8楼 一个到5楼 清华主要在这一块 5到9楼 现在开始爬长城 首先从缆车下来 要沿着一个山路 走到8号或者5号风火台 这里帮上就是8号风火台 往前走是5号风火台 选择了先去5号风火台 往回爬 这条山路没什么难度 几百米的路程 终于到达了长城 哪个是东5啊 前面是东5号 这边是6是吧 前面就是东5号的风火台 长城下的湖北水镇 这个就是5号风火台 进去看一眼 再往前 一直可以走到1号风火台 两边没有做口了 这边也是从徒步上来的路 相对来说 1号到5号之间的风景一般 现在这个是6号 我用了一个小的口袋相机 来看一看 前面是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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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 啊 啊 这块应该算是 比较圆式的 几乎是没有 1号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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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2号 3号 3号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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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5号 吗 我 吗 这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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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拉着你 妈 我那么 自己在这里 妈 我那里 我拉着你 哎 妈 我那 我那 你才去 车在前面吧 对对对对 好 他强盛的不但有老人还有小孩 你还比较减 就是有点傻 应该是8号 我那里 我让你去 我把你回来 我拖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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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拖... 我拖得你 你拖得你 我拖得你 我就是 我不想老的 我不想老的 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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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卻十分 在揍花路上 我带你去玩 我带你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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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妈的 老婆是你的 导致你来玩 我带你来玩 我把你玩 i ampera ranga nam chino ma te to sana ranga te to ma malam te to sana jom e jiu to ane tarte te so gung wang zala te na ampera ranga chen zipan zimta te to sana ma pur nari wala j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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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pur nari wala jiri